刘亦菲演了16年烂片却还能留住观众 也是唯一一个说自己不值钱的女明星 刘亦菲三个字到底值多少钱 作为今年的大剧 孟华路的一举一动都引人注目 从开播开始就是一片称赞 豆瓣开分也是8.6 可是随后随着剧情的越来越离谱 孟华路的口碑也是天翻地覆 而最重要的是全网吐槽孟华路的声音都要被消声 而这也就更加激起了观众的逆反 哈喽这里是有一刷二为你带来最新的娱乐圈资讯和恩怨情仇 阔别电视剧16年 一部孟华路让刘亦菲重回巅峰 上线四天破5亿 播放豆瓣重破8.8 成为年内开分最高的国产剧 就连手握王心灵的芒果TV也被孟华路盖过了风头 优酷爱奇艺纷纷放下身段 在首页放出刘亦菲过往作品 只未蹭到流量 刘亦菲在娱乐圈是位非常不好定性的女演员 说她是明星吧 她并不经常一夜 说她是演员吧 演技真心一般 你说她是一线吧 绝大多数作品都烂得稀碎 你说她过气吧 好多女明星都爱跟她碰个词 从她15岁进娱乐圈 18岁以后拍到片子 绝大多数评分都很低 而刘亦菲的口碑却始终不崩 如今34岁 每次出来依旧还是那个神仙姐姐 但是孟华璐的口碑崩塌 却亲自把神仙姐姐的滤镜打开了一条缝 随着剧情播到中后期 前期的罢评之事大有眼齐息鼓的架势 就连全网无恶评的口碑也遭遇爆雷 一部剧能不能惊得受主考验 也许开局需要演员和制作的精湛 但是之后就需要剧本的扎实了 显然孟华璐的编剧赵恩卫这次失手了 改编自观汉星的赵帕尔风月就封城 从某种程度来说 她的文本是优秀的 但编剧张卫不这么认为 赵帕尔也从观汉秦原著中 那个有谋有意的青楼女子 变成了原为大家闺秀 后因赴罪被莫为官计 托吉从良自强不息的女强人 当然后来大家发现 这个女商人最后开的竟然疑似是家青楼 那之前废了大篇章的托吉 又是为了什么呢 究其原因还是编剧前后矛盾 当那什么还要立牌坊 十年前步步惊心中说 以死殉情的绿珠是妓女 击骨抗金的梁红玉是妓女 不肯服侍惊人吞金而亡的李诗诗是妓女 拼死救横亡的李四娘是妓女 总而言之 值得称赞的妓女大有人在 岂可一棒子打死 十年后梦华路中说 以色视人是夏简 人在黑暗 心向光明的内核被改编成这样 还明曰没有刘亦飞 谁知道管罕金 欺负人家不会出来对骂是吧 还有剧方营销的双结给人带来的心理不是 一个不清白的人就不配拥有编剧所赋予的美好品格 就像顾千帆那句顾照式一样 把观众对梦华路的美好幻想一下子又拉回了现实 这波口碑插了之后 刘亦飞也从神坛上破冰了 不大完全是之前那个不使人间烟火的天仙 在当年四大花旦和四小花旦的夹击中 刘亦飞依旧一飞冲天红的一路绝尘 刘亦飞出道及巅峰 哪里手王炸怎么打都是天狐 1987年出生的刘亦飞 2002年参演了第一部电视剧 金粉世家 深情娇满的白秀珠让人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 年仅14岁的小姑娘 2003年天龙八部中的神仙姐姐王雨嫣 2004年《仙剑奇侠传》中的赵灵二 2005年《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 四部电视剧 让未成年的刘亦飞走上了巅峰 积累了巨大的人气 用我们玩游戏的一个字 雪后 雪后到她后来的一系列烂片都没有消耗完 再也没有人可以像她一样积累如此大的国民度和好感度了 在《孟华录》之前 刘亦飞已经足足16年未演电视剧 当然如果不算至今被羁押的《南烟斋笔录》的话 要知道正是电视剧的黄金时代成就了刘亦飞 大部分观众对刘亦飞的音频记忆 却停留在了那个年代 有人说刘亦飞有多久没演电视剧就拍了多久的烂片 演艺圈里去说存在鄙视链 演电影的看不起演电视剧的 刘亦飞之后倒是一直演电影 但是却一直在烂片中打转 从《功夫之王》到花木兰 刘亦飞共17部电影在豆瓣上评分达到6分的 只有两部 豆瓣评分低了不等于烂片 可评分是口碑的一个直观体现 几乎所有作品都较为低分 那就不是纯属偶然了 刘亦飞参演的《功夫之王》 甚至还有李连杰和成龙的史诗合体 刘亦飞之后的《红门宴传奇》的鱼姬 《童雀台》的貂蝉都是家喻户晓的古装美女角色 四大名补系列更是野心勃勃的三部曲系列 然而这些片子只有一部《红门宴传奇》能够勉强及格 唯一的现代爱情题材是 王力宏歌手转导演的恋爱首作《恋爱通告》 也只不过是流行歌曲的宣传片罢了 虽然在进入影坛的头五年没有佳作 但刘亦飞的票房成绩不算太糟糕 好几部电影都有过亿成绩 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会给人一种 我这样就已经能在影坛站稳脚跟的错觉 其实刘亦飞还是很有想法的 至少她有想要摆脱古装美女标签的行动 2014年《白幽灵传奇之绝命逃亡扑街》之后 刘亦飞开始直接现代片 一连四部都是爱情片 很可惜从《露水红颜》到《至青春》 原来你还在这里 口碑全都一塌糊涂 就连票房成绩也不行了 更糟糕的是 下三烂的剧本无法提供演技上的魔力 刘亦飞是模特出身 本身表演技巧就是弱项 以前拍古装片 她还能利用自身的气质优势 把握好适合自己的角色 也许是成功来得太快 令到她没有注重提高演技上的硬实力 诸如声乐 舞蹈 武术等训练 没有给她带来表演上的提升 以至于她一直被诟病脸贪 直到花木兰 她被称赞的也大多是动作戏 自身没有一个人撑起一部电影的实力 好剧本又难以寻觅 结果便容易陷入烂片漩涡了 2017年刘亦飞三眼的《烽火芳飞》 两届嘎那金棕榈得主 比利·奥古斯特 总算没让片子彻底崩溃 不过刘亦飞却成为了扫帚奖 最令人失望女演员 另外《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和《二代交警之》《今生有幸》两部电影 口碑表现都差强人意 一年产出三部电影 却没有一部能称的上市佳作 只是在2017年底 刘亦飞拿下了《花木兰的女一号》 为了专心拍好这一部好莱坞大戏 她没有再接其他项目 毕竟前面这么多电影都口碑不好 她当然想要打一个翻身仗 当然国内轰轰烈烈的宣传都是 刘亦飞全球刷脸要飞升了 最后结果吗 《花木兰》网播了 无论是一夜爆红还是沉寂多年 刘亦飞的演艺生涯 都离不开一位神秘商人 这个名叫陈金飞的金圈大佬 早在2000年就与任正飞一同 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 年少成名的网易丁磊 在当年也只能排在她后面 陈金飞多年来一直担任刘亦飞经纪公司 红心屋娱乐传媒法人 以及最大股东 看着刘亦飞从小长大的陈金飞 也是她的公开教父 虽然说拍了这么多年烂片 但是归来仍旧是神仙姐姐 就是不知道 这个神仙姐姐的滤镜 还能加持多少布局 虽亲口说过自己不值钱 但顶级时尚杂志 刘亦飞是拿了个大满贯 身为85后 在同辈女星还在互抢代言的时候 刘亦飞却总能接到最顶级的商业代言 从中国黄金紫生堂再到LV 她的身上似乎总能自带天仙滤镜 身为刘亦飞出道至今的最大推手 陈金飞多次说过 刘亦飞不需要钱 她什么都不削 或许正是这种无欲无求 才让刘亦飞成为了 无数观众心中的神仙姐姐 可是这一切都因为梦华路变得不在 好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 请在评论区 记得留言 与我们互通 我们下期再见啦